欢迎大家来收看大家火箭报 每个礼拜三的11点半到12点半 我们就在这边直播 那我们没有忘记基隆 没有忘记基隆 没有忘记基隆 大家都说最近都在讨论柯文哲这个事情 讲到柯文哲呢 一定要讲到金流 最近又有新的消息 说那个沈庆金他有调度5亿元 然后这5亿元拿去做公关费 似乎跟柯文哲跟陈佩奇的金流有一些关系 但是在这个时候 还有25天 罢免谢国良的投票就要进行了 那我们绝对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来请到了这个基隆市 现在议会民进党团的总召张志豪议员 来跟大家一起来对谈 那其实呢这整个事件发展到现在 确实好像最近讨论热度比较低啦 但是在基隆谢国良那边动作非常多 我在台北就有看到 他这一些看板啦 在内湖上高速公路之前 就很大面的 什么守护中华民国 什么保护谢国良之类的 应该基隆看板也很多 非常大整个基隆市就像是谢国良在重新选举一样 全基隆市可以被租的看板全部都被租了 就是他只有下重本来认真面对这个罢免 没错而且因为这个谢市府 毕竟他是市长 所以说整个城市里面的百工百业 大家都还是很要看他的脸色啦 所以说其实很多的看板他们也不敢出租给这些霸凉的公民运动 所以说霸凉公民运动他们可能几个月前就一直四处的在询问说 有没有地方可以租几乎都没有 所以你在基隆市看得到几乎大部分可能一百面的谢国良的这个 挺谢国良的看板 可能只有五面或是三面的这种 要罢免他 对啊有一种就是小虾米对大金鱼的气氛 压倒性 现在说霸凉这个团体有租到大概五六面 但是那个位置跟大小是没有办法跟谢国良的规模去比啊 然后昨天这个时候就有新的一个民调 然后说是蓝营内部的民调出来 那这结论呢就是对谢国良非常乐观 好像就是罢免就是不会成功 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数据令人觉得很惊悚的点呢 他说这是国民党内部的数据啦 当然他是真是假这个事情大家就自己参考 但他里面有提到说呢 6月的时候基隆市民就虽然满意度44不满意41 然后到9月的时候满意度增加11%到55%等等 好那这边重点来了 他说呢民调在细部针对会去投票 这很关键就是说你有去投票 因为你如果不投票你喜不喜欢谢国良也不重要 因为你就没有去投嘛 去投票就用市民对罢免的态度 6月的时候6成人会去投票按同意 然后22 9.9会不同意 结果到9月就是这个月的时候呢 同意罢免到36 49.1不同意罢免 那这个这参加非常多耶 从61.6到36 20几% 那当然有人说啊这国民党内部内参啊不订准啊干嘛 但最近确实似乎在整个太阳上面 士气好像变得就比较弱了这个一点 那甚至有很多讨论啦 例如说呃 太阳团体新疮内部也有些路线的之争嘛 就是要不要跟民进党有更多的合作啦 啊有些人觉得说民进党帮不够 但事实上我们 只要还原一下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们在议会里面是很认真在 监督这个谢国良嘛 那你怎么看呢是说 为什么突然间到这个月的这个时候会产生 这样的一个呃 好像突然罢免的声势 变弱的一个趋势 啊包括说其实你说你们没有帮吗 其实议会里面就是你在那边嘛 对 那边基隆这个市议员啊 这个都来得很齐了嘛 然后就是你的这些同事 门民进党的 这个是在呢这个上个礼拜这个时候 你们要去告谢国良 因为谢国良在文宣里面说 民进党选输了 然后重选啊 这个就有涉嫌加重诽谤 你们就有去告他 嗯 那与此同时的话呢 在隔天了之后还有开个记者会 所以说谢国良公司部分那些有真理 他那个什么 以前的一些老员工开咖啡厅啊 然后找杨宝珍代言人啊 维松这个不用讲啊 中央广场啊 维肯做建筑机车啊 然后这个锐竹装修这个是做什么 我一直忘记啊 反正我记者还蛮多的 我怎么记得那么多这些资讯奇怪 就是 像谢国良这些狗壁早早 印象深刻 不是你们也有去开记者会去讲这个 所以也不是说对这事情不闻不问 但好像最近 这整个新闻热度就是比较冷一点 那你自己观察到基隆的气氛是怎样的 刚才国民党他的那个新闻说他们公布民调嘛 认为说 各位我们回到前面的那两张好不好 看这个 这可以 这可以往前吗 可以倒退吗 可以往下就往前 就这个嘛 对对 就是这个 这个新闻是今天出来的嘛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 昨天下午 对就说 原本要去投票的人 大部分都是说要罢名他的 结果现在 过了三个月之后 现在要投票的人 希望他要留任的人就盘身 那其实我觉得 基本上他是母体的不同 他基数不同了嘛 因为 在六月他做民调的时候 确实很多的人 就算支持谢国良的人 他也 没有要去投票的意愿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可能 以为说 不去投票就是支持谢国良 那后来在过去这三个月 谢国良大力的宣传之后 他基本的支持的 这个支持度回升 其实不是支持度回升 本来就是 他本来的 蓝大鱼绿的这个 结构就透过了 这三个月的这个不断的 轰炸之后 逐渐的回来 就是升然回来 那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说 现在我们还是有两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 一就是谢国良市长 他就是全国执行力最低的市长 这个是审计部的审计报告做的 这个审计报告不看你的喜好 不看你长得俊美 还是长得这个 这个漂亮 他只看你 是不是有把你做出来的计划执行出来 那你如果没有 这个执行力就是不利 所以 这个是审计报告客观的说 他们 执行力不利 再来就是另外一次的这个县市长的满意度调查里面 基隆市原本还是全国倒数第二 这个 这个 在高宏安市长之后 倒数第二名 结果在高宏安 离开了以后 就变成第一名了 基隆就变第一名 真的是全国倒数第一 那所以说这两个是基本的客观事实 那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我们可以 基本上做出结论是基隆市长 对于市民来说他的施政是不及格的 好所以施政不及格之后 我们才要再去说下一个问题 他如果不及格 我们市民是老师 我是要给他死当 还是要让他补修 这是这个问题 所以要不要去罢免他 就只剩下说 要死当他 还是要让他补修的问题 但是谢国良市长他们阵营所做的事情 并不是如此 他们却把他反过来说 你看看就是因为有人 不同意罢免谢国良 所以这表示谢国良做的是100分 但是基本事实是他是不及格的 大家只是要决定他要死当 还是要给他补修 那谢是 谢正宁现在却在宣传的却是说 不是他不是不及的 他是100分 他是他是满分 他是无懈可及 那这当然就跟基本的事实已经有相违背了 那我觉得过去这一段时间 确实是因为柯文哲市长的 主席的这些相关的新闻 所以把这个基隆的相关的讨论 有降低了 这是没有错 另一方面是谢国良市长现在就是 卯足了吃奶的力气 在全市到处去宣传 那这个罢良团体他们比较吃亏的地方就是 他们就不具备这些基本的这个通路嘛 组织的团体的 一般的路战他们本来就不容易开拓 那再来是这个空战方面 如果说有别的新闻更热 那自然基隆的这些相关的讨论自然就会降低 那再加上基隆就是一个卫星城市嘛 我们就是一个 在大台北里面的一个通勤卫星城市 所以大台北在谈论什么 那基隆很容易就会跟着这个话题一直走 所以说你就留了这个空间 大家当基隆市民都在看 这个柯文哲的事情 那没有时间再去关心基隆发生什么事 那谢国阳市长这个时候 他们就好正以下的用路战去把自己 这些深蓝的基本的这个支持基础 慢慢的去把它唤醒 慢慢去把它一一的再点出来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他是 你想嘛 如果假使10月13号谢国阳市长 14号开始就不是市长的话 假使哦 那如果是如此 你想假使你是谢国阳 你会不会把你所有的资源 全部在13号以前全部灌下去 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这样 我们比方说在地方上 市长会说他要开李林长的会议 要聆听这些地方的行政的相关的缺失 需要帮忙 最早就是有送贡丸的那个时候 最早从那个 那个是3月开始哦 一直到现在 现在是已经是直接就是 说要开李林长会议 李林长真的乖乖的去开会 结果去了以后 全部都就是在发这个 挺善良反罢免什么东西 那林长甚至觉得莫名其妙 我还以为我是要来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来听我的意见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 来好好的修正我们平日 我们觉得哪里不足的地方 结果不是 你来真的就是来这边 给我们做宣传 那就算是挺懒的林长 也觉得不妥 觉得说我们会不会 把这个公共的事件 他觉得不妥 但目前来他好像有这种怪招 都有一定的作用 非常有用啊 就是说他 你可以说这个是一种 因为他还是会接触到一些 基层的这个 李林干部等等 对 而且他就是透过不断一次又一次的动员 那他们的其实就是 当国民党组织力量全部动起来之后 我现在直接问一个比较艰困的问题 是 就是说现在你们这个 你现在在议会里面 然后议会现在还没开议 所以最近刚好就是 比较不会有 咨询谢国良的场面 因为议会刚好在修会期 那在议会里面 你们几个民进党议员 也都是炮火很猛烈这样 那似乎跟 菜狼团体有一定的距离 两者之间是不完全同 因为菜狼团体是个公民团体 那他们发起这个运动 那他们要 邀请哪些人来 要用什么样的宣传策略那种 就所有人都是 大家就是尊重他这个步调嘛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国民党他已经团结在一起了 一堆大咖都去 帮谢国良然后去站 可是发现是说 你们有做一些事情 有开一些 刚刚的一些记者会 那当然公民团体他也很辛苦 有去小蜜蜂 有去车上赞奖在干嘛 他好像 就是各做各的 然后公民团体好像也会觉得说 我们不要跟民进党绑在一起 因为基隆很蓝 然后所以说呢 这个如果说跟民进党绑在一起的话 就一定会输 我觉得我个人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如果你这样想 就一定不可能会赢嘛 而且过去林又昌不就选赢了 而且还选赢了两次 所以而且 现在的议长也不是国民党的 所以你说基隆蓝是没错 就是里长的层级 基层的一致没错 可是你上升到了 市长罢免的层级的时候 是不是说跟民进党有合作就表示说 一定就会让罢免失败 我觉得这个判断上面的话是 有一些状况 但我不是怪罢免团体的这个意思啊 因为他们当内部会有一些讨论 我们都尊重了 我只是出于一个局外观察者的这个角色 来去关心这件事 我会觉得到了这个阶段的话 你那些没有办法唤起支持者的一些热情 所以我就问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罢免团体有跟你们联系 然后有去讨论 接下来这个罢免的一个步骤等等 罢免团体跟我们联系到是不多啦 至少我自己会接触到的 比较是志工 就是他们罢免的志工 就是说我们自己平常在跑行程 然后在跑行程的过程中会遇到 那会遇到他们在发站直 或是他们在发文权 那你有去支持过他们去做 就是关心他们在做什么啦 那但是老实讲 我自己也是觉得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界限 不能够不能够越举 所以说不能够问太多 就是先简单的关心 基本的关心 你们辛苦了 那你们下一站有要去哪里 知道这个今天有哪些行程吗 需不需要我再跟你讲说 等一下哪里还有 你们要发的话可以去哪里发 这是有一些质疑 大略是这样子 但是你说 这个比方说跟他们一起去 讨论什么策略啦 如何如何 这个反而倒没有 假使啦 假使我是发起这个运动的人 我大概会在 我们在普渡的时候 我大概就会 事前就已经先要确保 所有的文权都要到位了 那但是 当然因为他们就是公民团体 因为他们没有这些 这个选举的经验 我们讲这个没有在 没有在怪公民团体的意思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我那一次都没有 对我只是要说 就是说我们 关心这件事情 我们是 温双基朗 然后我们如果是选举人 我们自然就会知道说 大概预料 两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三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那些事情就是 拜拜嘛 一定就是在这个时候拜 普渡就是7月的时候拜 然后中秋就是什么 8月15 就一定是如此 所以你就预先预判多 这个时候我们会需要什么 我准备我就要两三个月 三四个月前 我就要先准备好这些弹药 所谓弹药就是 不论是扇子或是面子 或是什么这些相关的文宣 然后 第一波要撒出去多少份 第二波要撒出去多少 然后到哪里去放 哪里去种 哪里才有人 哪里才会有人去 这愿意拿 这些东西我们大概事前 就会先预判好 然后就 时间到了就东西就送达 那这个过去 只要是选举的人 大概都甚至是初选 或选里长的 大概都会有 有这样子的这个概念 但是公民团体他们没有 他们他们只是想说 我们就一直一步一步的做 但是他们的对手 谢果良他已经完全好整一下 全部准备好了 他们在就是 所以说我觉得 大概最大的一个文宣战的这个 战场就是在今年的浦渡 那浦渡的时候 就是基隆会有几个像放嘴的游行 全市所有的市民 通通都会聚集在这个市区看水灯 那在那个时候 谢果良他们的大概 那一天可能至少发了 三五万份的这个扇子出去 整个全部全部基隆市区 全部大家都看得到 他在拿那个扇子 所以 这个宣传的效果是很有用的 是真的是可以 可以改变 因为我今天找 志豪来说了解基隆的状况之外 我也是觉得 拆量还是有机会 当然有机会 因为如果我觉得没有机会 我们不要讨论这一题 是啊 就算了 让他过去让基隆自己决定 我就觉得 还有一些机会 但是你一定要做一些 策略上面 大家团结起来 做一些 这个调整才有办法 让这个 拆量有机会去成功 因为我去观察发现是说 其实谢果良 他这几个月来 有几个事情 就是对他 这个有利的这个事情 当然你们都有去讲到说 他有很多 施政上的一些状况 上个礼拜开记者会 都有去提到 这些等等的 这些我们之前也都有聊到 但是我去观察 这个谢果良 他的这个施政 这个跳不下去 这个感应常做 对对对 你看他现在的一个做法就是 会一直在讲 要是说一直把民进党扯进来 说民进党拿基隆市民的权益斗争 都是为怎么林佑昌干嘛等等的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反击 国民党的策略就是一直说 拆量团体就是 跟民进党一伙的 可是拆量团体就没有跟民进党 就一伙 然后拆量团体就一直说 他们是公民团体 这个是基隆人自己的这个决定 那等于就是说你们 他们就是要这样蓝营的团结 但是在于呢 这偏绿的部分本身却又没有 达到相同的一个团结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其实蛮团结的耶 老实讲 你其实 你就是说 虽然说他们数据这样公布 但是我自己在基层的 这个跑的感觉 我觉得 基本上 绿营支持者 根本不用 就是绿营支持者其实走在民进党前面 是啊是啊 他们并不是 你说如果说不支持他们会骂你 对对对对 不是我们下号令 然后他们跟着我们走 而是说这些支持者会对我们做出 他对我们的期待跟要求 如果我们没有照着他这样子走 反而他会 他们是可以直接 头也不回的 就是直接把我们丢了 所以说 我觉得 绿营支持者还蛮 还蛮团结 而且 如果说 在现在的这个 讨论热度比较低的这个状况 其实让很多绿营支持者也很焦虑 所以 朗东所讲的东西 他现在所有的这样子的心情 基本上基隆的绿营支持者 都是这样的心情 所以我个人 我个人的意想 是建议希望是说 基隆是议会议员们 然后跟罢免团体 国民团体们一起来讨论说 剩下25天 怎么样子 用最强力的方式去 一起合作去宣传 你这个时候还要去担心说 什么民进党有参与啊 还干嘛的 会被人家讲话 这 你就算不做这些事情 国民党也就说 这个是你发动的 这个倒是啊 对啊 事实上 明年人就知道 这个就是罢免团体 他们在运作 那只是说他们有需要到 可能需要你帮忙你就帮忙 他说现在 还不需要你帮忙 他们自己跑就自己跑这样 事情就是这样 那但是我看不下去的点在于说 谢国党的奥婆真的是非常多 你看这个是国民党中央的 配合他的一些打法嘛 然后他在攻击说什么 你什么 罢良的这个文宣 跟民进党文宣 这个很像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是在扯说这个 是他们这关系很 是同一批人之类的 就是在乱扯 可是 事实上是什么 首先啊 先讲脸书啦 脸书大部分 基隆相关的脸书 在半年前开始了 谢国党都已经一堆人去掌控了 其实不止半年前了 就是地方的 还不止半年 这种地方脸书其实一直都是如此 那那甚至有一些 因为他就找一个账号混去当管理员 然后就握紧 这个根本就是他们创的 从一开始他们创的 从一开始他们创的 所以说 有些我们地方社团 我从一开始 我就根本加都没办法加入 你知道吗 就是我自己的 他一看他是我 你用个分身账号 我就名人不做暗示 所以我不用那么小账 就是说他那种社团 平时在分享 哪里有好吃的 哪里可以剪头发 还干嘛 没错没错 等到真的 谢国良弄一些 失真问题的时候 你要讨论 他就把你赶出去 然后就把他禁言 对 很少很少数 会有一些比较 比方说社会治安 什么那种大事情 他们会让你 就是要怎么 很像中国控管言论的 这个手法 我觉得是很恶劣的 没错 没错 是就是说 有的时候民意院抒发一下 但是呢 真正遇到他们自己 关乎到他们自己 政权的时候 这个政权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全部这种 一定是一律禁言 不然就提出 所以你说网路上面的言论 本来就是被 严重的钳制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 罢免团体他们的很多 很不满这些地方社团的 这些市民朋友 他们自己就在另外去成立了 另外一个新的社团 就是终于有一个小的小社团 是可以来谈论市政的缺失的 但是这都已经是在 过去这几个月之内才发生的事情 就是你说你要酝酿起一个什么 都已经是相对来说 而且他们那些被控管 是有个优势 因为他们平时都卫装成 生活型的生活 民生型的民生社团 所以他会吸引很多 不关心政治人来 然后这些人被吸引来这些之后 他在上面又看不到任何 批评谢国梁的这些言论 应该都被控管住了 没错 而且你知道他二约双方票 我昨天晚上无聊的时候 就查了一下 因为就在翠嘛 大家现在都用翠 你看到这个账号 叫什么蓝色水玲珑的 只有三个粉丝 哇 这么多人耶 三个粉丝 三个粉丝 然后他要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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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到处秤啊 没办法提高罢免支持率啊 等等 然后就说 拆了罢免他你看看板 说谢国梁债留子孙啊 等等的 然后就开始举一个图 说这是什么 什么债务问题还干 反正都是帮谢国梁讲话 然后这账号三个粉丝也很少了嘛 就点击他IG看 然后IG 0帖文 0粉丝 0追踪 他是为了帮谢国梁讲话 就才有这个账号 你说这个是一般市民 骂韬灾水玲珑 这好笑 这个不是个案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叫什么政治透明知评交流平台 四个粉丝 他的4个比刚才多一个 多一个多一个 看到媒体报道谢国梁教 很好奇一个月猜猜猜在做什么 就骂猜猜猜体没做事 因为在民调上面的话呢 反对罢免谢国梁的比例 一直在提升还干嘛 然後就在播了一篇新聞 那其他很多篇 也都是有幫忙謝國良講話 結果一看 林天文 林粉絲 林追蹤 他的IG根本就沒人在看 一般可是先有IG 再有萃嘛 因為這個萃是 這一年才有的 你在這一年之前 你總有個IG的這個母帳號 你從這個母帳號 你才會去申請到稅 你不會很早人是說我 為了要申請稅 我才去弄了這個IG 只有一種狀況 這是我為了在吹上面 去洗板 然後去製造這系統有力的原論 我才逆向的去申請一個新的 完全沒有人去管的 這些IG 那他百密疏 因為現在可以藏起來 不讓你知道IG在哪裡 他可能就 這個公關公司做的不是很認真 還有這個 這個比較多人在看 那什麼 八糧團體理由荒唐 然後八糧是鬧劇 大家都會喜歡 什麼送端電動機車等等的 還有什麼基隆成變民進黨的這個氣質 被罵 什麼民進黨爆大腿說是暴免謝國良 說NATCH有錢還幹嘛 哇 講的就很難聽 就是一些 是造謠抹黑啦 我就不一一在那邊回應 然後你看 這個叫清了迷路中的 他這個零二粉絲 最上面就零二粉絲 太糟糕了 對 然後IG上面 零貼文 零粉絲 零追蹤 而且但是他很專業 弄了一隻藍色的這個鳥 這藍色的鳥 對 但是連一個粉絲都沒有 他也不會上班啦 對 但至少有用AI 弄出了一個青鳥迷路啦 這個 但是他也是藍色的一隻鳥 對不對 那誰迷路 這個很顯然嗎 這些是什麼 就是你背後是有一些集團性的操作 這件事情 我弄了幾十個這些帳號 都是這樣弄 然後每一個發的文章都不一樣 給你一種好像很多民眾都在 就幫謝國良講話 然後罷免場景很弱一樣 這真的看不下去 這百分之百是奧博 這不是網軍 這是什麼 你突然間憑空冒出了一堆 這個IG完全都是沒有人看過的 這樣 然後這個 你看這個完全沒有人追蹤 就表示 他的現實生活中是沒有朋友的 你說這基率有多低 幾個現實生活中沒有朋友的人 突然間心中超級愛謝國良 然後在謝國良危難的時候跳出來 把他講話 然後在罵那個民進黨 你不覺得這個事情 看了就覺得這個 謝國良這個市長抓起來很扯嗎 有必要靠這種方式去捍衛呢 他這個市長的位置嗎 我覺得謝國良市長他大概 因為你也知道齁 但我們在他的這個眾多B案裡面 有一件就是永景案 那那個永景案我記得就是 就是威肯公關 然後就是市政府包了很多很多的案子 給威肯公關公司 就是國民黨的御用公關公司 然後這個御用公關公司 後來又去成立 裡面的員工跑去成立了子公司 然後基隆市政府的案子 又拿去給這個子公司去執行 結果這個子公司 我們打電話 打到市政府的電話去 結果最後接的還是威肯公關 然後你就知道說 其實這最終其實都一大堆 最後都是由他們這些公關公司 專案專案辦公室 那謝國良市長呢 他在過去這半年 做的很多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這種公關類型的 就是各個局處 矛起來來辦活動 不論是放煙火啦 或者是各式各樣奇奇怪怪活動 每個局處都 通通都變成關銷處 每一個局處 通通都在搞公關 那你就看得出來 就是大量的市政預算都用在那邊 但這些帳號 是不是這個錢 這些錢出弄出來 我們當然不知道 我們不敢確定 現在沒有任何人 只能知道看起來很假 對 只能知道說 謝市長 從一開始就很重視 想要做這個公關 只是在過去 他可能 單靠他自己個人的這些公關能力 還不足 所以 直到 猜量這個事情變成一個 這個 一件事情以後 可能整個國民黨的 機器動了起來 你看李延秀也好 或者是 趙少康 羅志強 這些人 陸陸續續的 分批來基隆這邊幫忙 那你就看到說 就是整個黨機器動起來了 所以他整個這個 他背後的所有的這些公關的手法 全部跟著一起來 我記得大概不久前 大概上個月 所以在一個半月前 還出現 網路上出現 大概幾十篇 講謝國良的故事的那個 那件事 謝國良有什麼故事 就是他自己的女兒 就是他 就是他 有一個 他跟他女兒的故事 然後那個 然後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帳號 全部都在講 同一篇文章 一模一樣的字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天之交子 謝國良 然後因為女兒就改變了什麼 然後就是同樣的那個 內容農場 就大概出現了 我記得在幾十篇吧 全部都不同的帳 幾十個不同的帳號 然後全部都在PO同一篇文章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他還出來說 這個利用我的女兒多可惡 消費我的女兒多可惡 我想說奇怪了 誰去消費她 這新聞是你自己播出的 這你自己放出來的 怎麼會是別人去消費你女兒 應該是你自己的問題吧 所以你從那個時候 就看得出來說 他現在用盡各種的方法 要去洗網路上面的風效 其實我們大家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謝國良市長現在他在年輕 年輕族群的支持度 是偏低的 他的年長的支持度 本來就是偏高 那所以說也因為這樣 他現在會的這些這種 零個粉絲 三個粉絲 四個粉絲的這種帳號 會越來越多 就是因為 他想要在這個時候乾淨 把一些比較年輕的這些族群 對他的反感往下壓一點 或是至少會不表態 只要擾亂你就好了 變成不表態 對只要讓你 對於謝國良市府的 市政的 施政能力 沒有 百分之百的卻把握 你的判斷是什麼 這樣就好了 他只要擾亂你這一點就好了 這就像是當時那個 以前那個不是有一個叫做什麼 劍橋 就是那個拖音的 Brexit的那時候 他們也有一個 也是一樣 就是一個 一整個公關的運作操作 你在短時間之內 透過大量的AI 假的帳號 跟這個網路上言論的這種 鋪天蓋地的這個覆蓋 來 短時間之內突然轉變風向 然後大家一時還真的以為說 好像這個事情真的是如此 結果投完票之後才想說等一下 其實我其實並沒有 並不是這麼想的 但是在當時 那個判斷裡面 可能 所有的資訊 那從早到晚的資訊 全部都是同一件 就是那個傳播學 沈默螺旋理論的 現在跟網路的運用 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想要跟著主流意見 他就透過一堆 假帳號跟嚴重控制 讓你以為主流意見就是 支持謝國良 那你就會 那我就支持他一下好了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些觀眾們 是否支持謝國良罷免案 百分之九十七八贊成罷免 不贊成罷免一怕 每一件三怕 這邊是非常民主自由的一個地方 大家都很有本土意思 來看一下網友這些留言 Y.I.J.U.說 中資的粉專都來這一招 S.H.說 霸良就是還台灣人一個公道 然後說 還有Vivian說 奧博一堆正式不幹 整天電話民調不知道在幹嘛 插水表的成分比較高 然後還問你住哪一區 不回答他就不掉了 就 就 徐大說一堆鎖住個人檔案的 那個 就 然後 然後更不只如此啊 除了他網路攻擊之外 你看謝國良他這一個月來 用了很多縣市長合體的這個方式 然後這個講萬安嘛 這在 不是吧 這不是萊克多巴胺嗎 這個照片照的這個 不是那麼帥氣啦 不無所謂 他的策略是這樣 他從八月中開始到這個月 就是一個月的時間 花了很多時間 找不同的一些藍營人士一起來 其實謝國良你看他 他策略是一直有調整嘛 他更早之前是 一堆藍營的跑去基隆找他 然後有許曉星啊 什麼 一堆王文威愛 什麼一堆人 反正一堆人就看到都有出現這樣 那後來他發現說 找這些深藍的這些 雖然 好像效果還不夠強 所以他開始找 這是縣市長配在地的議員 用這個搭配的方式去做 這個8月17號 這個是 這個怎麼講完 然後呢 再往下看的話呢 再下一張 你看這個是 張善勝 這個在8月18號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拍出來照片 然後跟他去的人 都連表情都怪怪 在那邊 欸這聯合暴照的耶 這個不是 對對對 他們去成功視察 怎麼這樣子 吃呢這個 鵝肉麵跟生魚片 然後呢 在8月也是 在24號的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盧秀燕 盧秀燕 然後呢 而且還搭檔喔 配上南投縣長 許淑華 廉章縣長 王忠銘 還有一個 游淑會 沒有出現在鏡頭上 欸 又跑去這邊 這個吃 吃 基隆的一些特產 廣東 汕頭牛肉炒麵 聽了說肚子有點餓 那這個 他就是用這種 看起來比較輕鬆的 這個方式 這招一直到了 最近的時候是 侯友宜最後才找 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才找 可能 就是 他總統選不好 所以要放好那一點 然後又去找 謝國良 欸 現在是藍營的縣市長 集體出動去 請 謝國良 這我覺得對於 藍軍來講 毫無疑問啊 他應該是 這些人都全部出完之後 就可以動員到 藍營手機本盤進出 然後去投這個 反對罷免票 針對這一點 你議會有沒有什麼策略 或什麼 去因應這件事情 老實講 其實我覺得這些 這些外縣市的 藍營的首長也好 立委啊 就是國民黨這種 藍營的政治明星 老實講 來基隆 我自己覺得啦 效益其實都不是很大 我認真這樣講 就是 基隆這個選區 就是很重視在地 那所以說你的在地的 形象 在地的情感 在地的連結 這個才是最關鍵的東西 那這些藍營的在大咖 陸續來 其實他只是要 釋出一個訊息 就是 所有的現在 國民黨全部的人 都在挺謝國良 所以你只要是 國民黨的支持者 你一定得出來 大概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去催 催生票 但是因為這種活動 不論是 後遺來啦 或者是盧秀燕來 或者是 就算蔣萬安來也是一樣 其實 現場 那個熱絡的感覺 並沒有 你想像 你那個照片看起來 好像比較熱絡 實際上其實並沒有如此 對 在地的沒有到 對 上來 蔣萬安來 跨街 他看個熱鬧 臭個熱鬧 在新聞曝光上 他會塑造一種 藍營的 都來請謝國良了 而且是 而且縣市長的意義 又比 台北市議員那些 像徐曉星那種 代表性還是強 對 雖然現在是立委了 但是因為 畢竟縣市長 有一些的得票率 是將近五成的 所以他們至少在 在地上面的話 這個民意支持 比較高 蔣萬安是沒有五成 因為他三卡都 去選嘛 那 所以說這些 我覺得 謝國良他慢慢 調整跟修正之後 最近似乎 有把他的這個 聲勢稍微的這個 拉起來 這我讓人覺得 很擔心 因為不知道說 接下來的話 這個 蔡良團體要怎麼樣去 應對 那我有去關心一下 他們的 目前做的這個事情 首先呢 三天前只有六面看板 嗯 現在幾面 現在到六面 三天前有六面 我也不知道 這是不是在一個熱門的區域 肯定沒有謝國良的位置 那麼精華 當然啊 對啦 就是六面 拒絕前坑市長 基隆 別讓基隆的未來被掏空 10月13號週日 要光復基隆 這邊QR Code 找進去 會有罷免的 幫忙資訊 要同意罷免 然後謝國良 這他們做的 總共有六面的這個看板 然後他們有數說 固陽看板有六十幾片 這有十倍是多很驚人 而且他說幫謝國良講話 還有公車廣告 客運上的影音廣告 你有沒有去看到這些公車廣告 客運加上 當然有啊 就是客運上面的 車牆外面的那個廣告 加上這個 而且因為公車會拋馬 所以在路邊更容易看得清楚 不是 拋馬那是四公車 四公車沒有 四公車沒有 他買的廣告都是客運上面 就是王返 基隆台北王返 他要打通勤族 就上班族 所以你現在下去樓下 你走到中套登陸出去 你就看到一大堆 好 確實有印象 確實是這樣 重點是說 他們去借看板 會不斷碰壁 不斷被出租方婉拒 經驗擔心跟壓力 會有盤踞基隆的這個地方勢力 這站真的很艱辛耶 是啊 而且他們也很辛苦 昨天就有發說 他們都是有一些 有一些接獎車 戰車 我們在選舉的 接車是可以上去 這個人就是他們的那個 對 戴警安 戴警安 然後有幾個人這個志工 他們就在這邊出現 這樣子去 你好大我不怕 太陽運動 其實是蠻熱血的 嗯 他們沒有去放棄 持續的要再拉票 雖然謝國楊這個 二十一真的很強 就在前兩天的時候 還有去街頭宣講 這個用去講到這個 1013要去投票 這樣子 等等的 那 講到這一邊 那你覺得說 這個 目前這個要怎麼突破 現在謝國楊 他全面封鎖的這個狀況 因為現在議會沒有開議 因為已經把你們 就議會開議 你們就做質詢 就做原本的功能就好 可是現在 感覺議員能夠 使得上進的點也不多 就是開開記者會 我做一個比喻 我覺得就像剛剛講的 目前我們覺得 謝國楊市長 他施政的施政 是不及格的 那 但是 要不要決定 他要被死當 這件事情 是由市民去決定的 那我們做為市議員 尤其是 民進黨的市議員 我們其實現在 就比較像是 改題的老師 就謝國楊市長做什麼 我們去改 我們改題 我們就直接告訴 這一題 你這一題錯了 你這一題 這個不給你分 這一題 要給你扣幾分 我們大概就是 一直在做改題 但是最後 要能決定 他能補修 或是他要被死當的 就是 就說我們市民 就比較是系主任 比較是校方 比較是校長 你說 市民說的算 但是我們能做的 我們當然還是盡可能的 去 去指摘出 他市政的不利 他的不及格之處 那我們 現在也預計說 接下來 最後 這一段時間 我們也會 大概比較密集的去做 更多的這些市政的指摘 我們目前黨團的規劃是這樣的 就是每週我們大概都會開 一到兩場以上的記者會 那 這是 黨團的 但是我們個人 個別議員的 大家還是都各自有一些 自己比較擅長的領域 那我們就會多方的去做 這些市政的討論 因為畢竟 最終這個罷免 要能成 或是不能成 這會怎麼樣發生 真正關鍵的點 就是 市政 就是謝國良市長 到底是不是一個 恰當的市長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 做得好的市長 那在我看來 就是做得很糟啊 如果你今天做得很好 你就不會遇到這些問題啊 那 那 那謝國良市長我就說了 他的 他的主張就是 他做得超好的 他出來實在太棒了 你們講這些 這些 不論是霸凌團體 或是民進黨 你們講 你們通通都講的都是 都是不公平的話 因為我們做得這麼好 你看這麼多人喜歡 我們的電動機車政策 這麼多人喜歡我們的公車 你看 大家天氣熱 天氣 天氣 算是說天氣熱 所以我們大家 就是想要從公車裡面 下來 那邊停下來 讓我們大家出來 這個 山山吹吹風 我們 市民是喜歡這樣的東西 你不要在那邊胡說八道 別在那邊 這邊在撥弄是非 我們 市民大家很喜歡我 但是 在我們看來 不是這麼認為 我們覺得 當市民要提出 要 要 對你做出檢討 是有他的正當性 他正當性的原因就在於 你是不是做得真的不好 那市民做得不好在哪裡 我們就繼續來 一一的 再繼續把它 揭穿 你哪裡做得不好哪裡做得不好 而且 因為 謝國陽市長 他 我們 就算我們在議會在開議 我們在議會裡面 跟他要的東西 我們在議會裡面 做出來的質詢 其實他 他 在九成都是在避重就輕 吵了半天 甚至在 這個 這個國民黨 在議會裡面 是不是罵我是狗 結果連這種東西都罵出來 你不要罵你是狗齁 對啊 就是說 我在講東西 他在那邊說什麼 一直在背 背就是 狗肺的那個字 那個動詞 說背 誰會背 人不會背 狗才會背 不一樣 所以就是在說我是狗 但不管啦 我是說 那 像這樣子的事情都 都可以發生 這樣子的言語都可以使用 那用 那 最終 你才看到說 我們還是只能回歸到說 他到底 他到底 到底做得行不行 那我們 我們要求他的所有的這些資訊 他只能給我們這種 避重救青的 所以避重救青就是說 像是剛才講的 威肯公關 這個 我們覺得 可能中間會有很多美感是 需要被 進一步的discover 現在有些問題 第一個 死不給 那個當時呢 在立法院裡面 藍白在亂搞 這個時候 那個清涼運動 等於就是有把能量 也有一些有轉移到基隆這邊 對對 可是現在國民黨 因為他真的也很害怕 西國王被罵 所以 你看他們現在 立院在開議之前的動作 就比較趨緩 現在跟亂喊亂叫的 都是民眾黨的 什麼 張其凱說 啊 三中東服預算 還搞 但國民黨的 其實很少 目前 包含副公司在內 相對 過去幾個月來講 有稍微低調一下 我認為他們要裝乖 等到呢 這個謝國良 過關呢 就會出來搶說 你們看 民進黨就被唾棄了 民進就是支持謝國良 然後就開始囂張 然後 藍白就會在立法院裡面繼續 亂搞 但是至少他們這一個月 會稍微 先裝一下 不過我看不是有新聞說 那個 立院開議之後 他們優先要去 談論那個 罷免的門檻嗎 對 如果他們這樣做 當然 對於罷免謝國良 只有幫助的 如果他們做這麼蠢的 假使他們真的這麼做的話 最後就是 基隆罷免 市長罷免案 會是最後一場罷免案 因為未來就會更快 就會有一個噱頭 所以藍白有在立法院裡面 亂搞的話 民意的 民怨就會到謝國良身上 但是要看他們這個 有沒有辦法控制得住 第二個這個事情是 就是議會我們剛剛講到 議會現在休憶 所以也沒辦法有一些 諮詢的這些活力展現 這沒辦法 機制就是這樣 那第三 所以我們大概就會 我們現在還是會 盡量的 不論是自己拍影片直播 就是我們其實 人我靠你拍這個影片 對對對 我們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 剛才郎東講了嘛 就是我們接下來會怎麼做 這個也是我們的規劃之一 就我們會盡量增加這些 影音的曝光 然後盡量的把 就算沒有在開議 我們也是讓他在開議 因為謝國良曝光真的太高了 他就是真的 當作是大型選舉 選的沒有比 他選市長來的不認真 幾乎是同等級的這個 資源在操作 哇 那公車啊 然後理音啊 然後到處的看板 一直掛到台北來啊 然後你要掛看板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神秘原因 就會 霸陽團體就會掛不到 所以目前就只掛出六面 其實就算他 能夠掛出十面 二十面的話 其實也沒有辦法去抵消掉 謝國良的這個 宣傳的這個效應 那這樣子他就一直找 這些所謂的 藍營大咖來 那來當然在地 就吃個小吃他就走了 那可能現場人不多 但至少他就一篇新聞 又跑出來 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 現在問題是確實會遇到 整個 蔡陽團體新聞曝光熱度 會降低的一些狀況 這其實也是 滿令人憂心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網友留言 阿元說呢 這個把 謝國良把基隆市民當冤大頭 Kan Wong講說要有監票小組 說到監票小組這個 說到監票小組這個 你知道監票小組 就由 菜量團體他們去找 然後其實網路回響還滿熱烈的 就我覺得基層 對於 罷免謝國良的熱情 是一直都有的 那只是說 好像少了一個 例如說當初 在高雄有罷韓這個時候 會有個We Kill的大遊行 加上那時候 剛好有些總統選舉前 所以說 就會有 撈撈長的這個 60萬人 80萬人 就上街很壯觀 然後 我也有去現場 還弄了很長的這個布條 然後被韓國瑜說 那個是折修布 然後就當搞 高雄人更不爽 在幹嘛 類似這樣大型的這些活動 這個 其實是需要 大家所有人 一起 有心的人 就是看 人們一起去有一場 去振奮人心的 這聽說好像是 有在 有在 有在討論 有人在 可能性 但是因為 你就說了 我們現在 基隆的 各行各業 確實都被 算是說 以市長為首 為馬首為市瞻的 這種狀況 所以 你要他們可能 光是要找場地 要能夠 確保這個事情 能夠發生 可能都不容易 那基隆又是小地方 就是 你能用的場地 就那些 也不是說 像高雄這樣說 他可能 他顧了 他顧了三明區 卻沒有辦法顧到 這個星星區的這種感覺 因為 這巨大的城市 那 那基隆比較不是 基隆就是 確實就是一個 很小 我們能夠有的 場地 能夠可能做的事情 就那麼有限 而且 甚至現在 光是辦人團體 他們有的時候 只是要去做街頭宣講 要去申請這個路權 可能都 不容易 那街頭宣講 你就不過是三五人 就是 像剛才那個 小小的一台車 就光是這樣子 我聽說 就也 好像被開單了 就警察就來給他開單 那一人好像開了 罰了三千塊 還是六千塊之類的 就是 就是惡整你 對 就是 拿一些行政手段來開 因為他要開單 其實 有彈性的 他可以馬上開 也可以給你幾分鐘 讓你移動 到不影響交通的地方 幾滴名一下 讓你再走 也是可以 但是 反正 反正就先開再說 讓你這成本越來越高 這樣子 那其實 就是 就像是謝市長 在這個 趕我們這些 基隆市的這些攤販一樣 那 說真的 我一直想說 我想要做一個系列的一個短片 就是想要想說 到底為什麼基隆會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 其實謝市長上任 我們過去這一段時間 就是 這些戰爭節目所談的啦 或是什麼 我們怎麼講這些必要 謝友友什麼 之餘 其實還有一些很 很 很 很基層的問題 那些基層問題 其實我覺得 反而才是 當時整個聯署能夠達標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 你說基層問題是政策上面的 對啊 比方說 而且就是執行面 比方剛才講的 像是攤販的這種取締 他比較 很奇怪 就攤販 他對攤販很沒有 很沒有同理心啦 所以 很多的這些 小 小 小生意 就是靠這個攤販出來 養活一家 一家人 他就要給你 感性殺絕 每 每 每小時來跟你取遞一次 來給你開個單 誰吃得了 誰吃得消 所以 很多這種 比較基層的群眾 他基本上 他沒有辦法生活了 自然就跟你拼了 像這樣子的也有 那 所以就是你 你如果影響到人家生技的話 真的是讓人家沒有 沒得活嘛 那像這樣的狀況 其實在很多的 領域都有 那 好 你取締攤販也就算了 有些是 你取締攤販 但同時你又開放 騎樓停車 你一方面說 你要行人友善 另一方面你又 說 機車可以停在騎樓 那 行人要怎麼友善 好 以上這兩個 再加上說 攤販有的時候 又很嚴格的取締 那你嚴格取締 你不是應該就是說 好那我就是 為了要進空 我誰都得得罪 我機車其實也不讓你停 攤販也不讓你坐 我就是為了要讓 這個行人可以走 假使是這樣 那你的政策有一致性也就算 就不是 你這樣子之後 然後你就說 來 我就清空了以後 機車還是來停 那 那攤販就會想說什麼 所以我的生計不行 我不能 我不能在這邊擺攤 但是機車仍然可以在這邊停 所以你原本是說 你是要讓人家可以走路 現在人家仍然不能走路 然後我又不能生活 那你到底在搞什麼 那像這樣 就是他有製造一些真實的民怨 對 那這些真實的民怨就是 我自己會聽到的 就是我們作為民意代表 就是 一直來跟我們 陳情 怎麼辦 例如說這樣就很適合 有一個 差量活動的時候 請一個攤販的代表 上來給他 撤幹狗 我跟你講 這樣你講 電視台就會 全部都給他播啊 大家就喜歡聽這種 來自在地的 這種 市民的聲音聲 是是是是 有道理 人家講有道理 OK 但他怎麼會殺生票 這個自然是夢見的 擔心就是這樣子 對 擔心他的人生很安全 他要看頭看病的 再戴個墨鏡 再戴個漁夫帽的 所以這次基隆感到的 真的是讓你覺得 心裡很沉重啦 雖然我也不是基隆人 但是三不五時也是會去基隆走走 不幸他離這個 我們台北媒體圈 這個都很近嘛 我們就是希望 基隆能夠變好了 最後 至少有沒有什麼最近 發現一些 新的一些問題 要政策要補充 你覺得他最近 好像跟什麼市政大樓要改建 還有什麼 有的沒的這個事情 對啊 就是說 謝市長他現在 謝市長他說他要蓋市政大樓 這個市政大樓 這個問題也是很多年 就是林佑昌時代 他想要 因為我們基隆市 基隆市的局處 分身在各處 不是都在基隆市的大樓裡面 就是 比方說 社會處在哪裡 然後這個 公務處在哪裡 然後這個什麼什麼 交通處又在什麼 某個地方 然後 一般人要洽工 就是必須要 跑了好幾個不同的點 所以說一直以來 這個林佑昌都很想要 林佑昌市長 就是一直很想要 把所有的局處整合 然後在一個地方蓋好 那他還找好的地點 那個地點就是 原本的舊的公車處的這個機場 所以 他就是一個市政府本身的土地 所以 不需要再去處理什麼土地問題 就可以直接蓋起來 那 所以 林佑昌市長 那時候就提出了案子 希望能夠蓋這個大樓 幾次都被 在議會裡面直接被打槍 被國民黨的黨團打槍 過去的時候 對 所以 還沒上來以前 就這樣 一直不讓你蓋 不讓你蓋 好了 所以 林佑昌市長來說 這可能是他 市長卸任以前的 一個移出之憾 沒有把市政大樓能夠核定 沒有把這個案子能夠處理好 好 然後呢 謝國良市長來了 突然 首先就是 以前的這些反對 通通現在都不是理由了 現在都 一樣在同樣的地方 可以蓋了 就是 以前國民黨說 不能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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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謝國良上任了以後 可以蓋 而且 還要用謝國良的蓋的方法 就是以前林佑昌的方式 當然就是說 跟中央申請 因為這是 畢竟是中央的 這個行政的大樓 這個西融市政府的行政大樓 所以當然就是 中央的錢 地方的錢 然後合在一起 就蓋出一個這個公共的這些大樓 謝國良市長不是 他就說 我進來 我就是要用這個OT 我要用BOT 我就是要讓外面的廠商來 然後我要把它變成一個這個混 住商混合 再加上這個公務機關 全部混在一起的一個大樓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讓人家 一般的民眾出錢 什麼 其實乍聽之下 就是一個東岸商場的2.0 但這一次東岸商場 還加了基隆市政府也在裡面 就是他的樓層更多 然後最後會有 有商 有辦 有這個工 工也有師 全部通 都會在這個 他的大樓裡面 目前我們聽到 他的規劃 聽起來像是這個方向 最後實際上會是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一聽就想說 這個 這怎麼聽都覺得 這有一點怪怪的 但是 但是 當然他現在 當然就把他講得很好聽 你看 你看 只要市政府都不用花錢 的話我們都沒事 上一次 除了市政府不用花錢 去蓋的 林佑昌當時做這個 東岸商場也是這樣子 就被你講的是什麼 弊案是怎麼樣的 那你自己來做 就不是弊案嗎 你自己來做 就一切就是 這個公開透明 一切都是 無懈可擊 如果這麼無懈可擊 那為什麼這個 當時整個東岸的事情 可以鬧成 欸 法院並不是判你什麼 四連勝欸 法院現在 現在東岸商場是被 他們常常會搖嘛 現在法院現在貼了一個封條的上面 把不同的這些官司混在一起 對 而且事實上 現在就是被封了 公關商場現在是一個 法院的封條封在那裡 貼著 直接貼在牆上 所以現在二到四樓 現在沒辦法用 也不能 不是說不能用 而是說你不能變動 就是法院判定 法院是判說 你絕對不能動 你一個磚一個瓦都不能動 所以他還在營運 對他還在營運 商場還在營運 但是就是 因為謝國良 假使 這是介融市 這是介融市 完全就是屬於介融市的 那謝國良想要把它拆掉 就可以把它拆 你說拆掉二到四樓 你要拆你要怎麼樣都可以 但是法院現在直接給你封一個封條 就說你不准動 他在法院成立期間 你就是不准動 那 等到法院判決完了 如果是你的 你要動你再動 如果是他的 你也不能動 他用那種烏賊戰 弄得好像這官司 他全部他贏了一樣 那就是說 一堆 跟不同的團企有的官司 他贏了幾件 然後就把它跳出來講到 他全盤皆勝 你打贏了張飛 你看看月飛就是我下敗獎 張飛是張飛 月飛是月飛 對 那也謝謝指導議員 今天特別就過來跟我們分享 這些狀況 那也就希望說 最後剩下25天 基隆人都能站出來 大家一起齊心合力 把一個不適任的市長給淘汰掉 像高雄經歷了辛苦的罷寒歷歷程之後 剛剛也只有網友提出說 哇這個高雄經歷起飛 就心心想有很多面積 面向上會有改善 這個都是給 同樣是海港城市 給基隆的市民朋友 一點小小的建議 希望這個活動能夠順利 謝謝指導議員 那種見面直播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掰掰